大家好,腰带又带回中国了,然后不管是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是没有来到现场的,你们给我很大很大的力量,中国也是我的后盾,然后我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中国的伟力 有了,已经明显的,明显的不行了,只有招架之风了 澳大利亚总领军保镖来中国提馆,点名挑战张伟力,结果惨被爆头30多拳,当场打到勾血淋头,险些身亡内台 她是澳大利亚总领女保镖,阿尔玛朱尼克,虽然说有着天使般的面孔,但背后隐藏的却是心狠手辣的魔鬼 并被冠以百年第一泰拳女天才的称号 以及捉摸不透的雕生存法,经常在擂台上把对手打到面目全非,当场毁容 而且她每一次都会享受把对手打到毁容的这个过程 梦想成为世界第一女拳王的她,必须要跨过张伟力这种大山 所以说向张伟力发起了挑战 对一次我去中国打比赛,我哪一天去,哪一天便是张伟力的忌日 只要她不认输,她绝对会是我的拳下亡魂 她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能够击败她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场中国格斗女王张伟力的一场精彩绿局 现在的伟力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伟力,它是世界的伟力 当然了,这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说张伟力现在的知名度已经达到了全世界 可以说在张伟力之前,我们中国的女子拳坛从未有过这样的辉煌 好,我们注意看,红风选手白色拳套便是张伟力 看到张伟力的脸,我们心里就很踏实 这个比赛基本上十拿九稳 好,但是今天还真不好说,观众朋友们 因为对手也来者不善 她就是蓝方选手,年级20岁的澳大利亚总理女保镖 阿尔玛朱尼克 我们注意看对手呢,身高 哇,比张伟力高很多,那臂展更不用多说了 对方身高1米75,但臂展达到了1米86 而张伟力观众朋友们仅仅1米65的臂展 本章比赛要把双方比喻成动物的话 那我们伟力就是一头女狮子,母狮子 对方就是一头长顶鹿 对方是有提前想去抓腿的动作 很明显,阿尔玛朱尼克对张伟力的战术和风格 有过一定的研究 好,漂亮 张伟力边对边打 那什么叫阿尔玛朱尼克,他是有这一定吸法的 他从小练习的便是泰拳 所以说在双方进入到内围之后呢 对方有孤头顶膝的 好,这么一个招式 裁判警告对手了 你不可以孤头顶膝 也不可以联系 这是中国赛事方的一个规则 好,转身轴机也是不可以的 好,这地板应该是有些滑 哇,张伟力的拳法真棒啊 我们看张伟力的拳法就如同机关枪一样 虽然说阿尔玛朱尼克他是有这避闪上的优势 但是张伟力呢很轻松啊 就可以,哦,你看 接腿后直接打进去 阿尔玛是很难招架出张伟力的这种攻势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那当然我也发现了对方的优点 不然旁边 那就是听康奏啊 挺扛打 希望对方啊 那个能多扛打一会儿啊 能陪张伟力多练一会儿 因为张伟力之前的对手啊 都不太精打 打着打着比赛就结束了 好,接下来看一下两个人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 张伟力刚刚是有一个扭胯的动作 对方这么长的腿也能躲过去 漂亮 后身的摇闪 漂亮 连军带腿 多亏是有围绳啊 差点把这个大高个长颖路推出了一台 好,注意看阿尔马朱尼可 这位澳大利亚总理女保镖 已经被打出逼选了 打张伟力啊 你不流点血 不现实 我别看对手长得挺漂亮啊 长得一双大眼睛 双眼皮 人助无害 但实际上打起比赛来 对方是心狠手辣 经常把对手呢 打得是面目全非呀 曾经有场比赛 对方是把对手 这个牙齿打掉了六颗 而且这个面部啊 打到了一级伤残 您听好了 这一级 基本上是认不出来了 好,张伟力稍微放缓一下节奏 缓一下 哦,漂亮 这一拳差是把地方闷个大跟头啊 这个阿尔玛呢 更多的 它是打些远距离 外围比较厉害 而且它的拳速不是很快 更多时候打一些点数和单击 漂亮 高雷区的多次命中 张伟力 左右开弓 哇,这一下 朱尼可 你还能挺住吗 你还吹不吹牛了 这一下还是让对方躲了过去 赛前对方是有吹牛啊 说本场比赛 要么他打死张伟力 要么张伟力被他打死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啊 更惨的人应该是他 绿手这场比赛做了很多转身动作 但效果一般 好,观众朋友们 比赛终于结束 今天张伟力的表现 只能有两个次来形容 那就是彪悍 呃,我可以说 我敢打宝票啊 咱们中国呢 除了张伟力以外 估计啊 也只有雄静男 呃,能和张伟力差不多 有这么猛的拳法吗 恐怕我们中国女子拳坛 只有这两枚选手 是用风格了 比男选手还猛 结果毋庸置疑 让我们恭喜张伟力 一致判定 优势拿下对局 这场比赛 就是给这个不可一世的 澳大利亚双吻王上了一课 再次恭喜 好了,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